这四种蔬菜的根部在锅中煮一煮,净是天然感冒药,就在你家厨房还不赶快用起来 第一种蔬菜是大葱的根部,也叫葱胡子 第二种蔬菜是大白萝卜的根部 第三种蔬菜是香菜的根部 第四种蔬菜是白菜的根部 这款天然感冒药你喜欢吗? 在我们当地感冒了经常喝这个,往盆中加入清水 这部要洗净蔬菜根部的泥沙 尤其是大葱的根部,泥沙非常的稳固 一定要用水泡五分钟以后再洗 蔬菜的根部经过水泡以后,很容易洗掉蔬菜根部的泥沙 一定要用清水反复清洗几遍 蔬菜根部的泥沙彻底清洗干净以后,捞出放入盘中备用 锅中加入一大勺清水 下入清洗干净四种蔬菜的根部 最后加入几片生姜片,能让咱们这款四根汤的效果更好 盖上锅盖 锅中的水开锅以后,大火煮至二十分钟 煮至时间到以后,打开锅盖 下入半勺红糖 咱们这款天然感冒药四根汤就包好了 一定要趁热喝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观看